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台湾人很喜欢去泰国 因为泰国的文化特色很明显 还有泰国有很多的美食美景 真的也非常适合旅游 那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 他也算是一位泰国通 要跟大家聊泰国 邀请到的是专营泰国旅游品牌的 泰爱风的小编邱凌鱼 凌鱼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凌鱼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泰爱风就是泰国的泰 泰爱风的小编 所以这个泰爱风 它是专营泰国旅游的品牌 那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泰爱风它是一个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是一个 专营泰国旅游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自己的话是有在自身经营 我们的这个网站 那其实这个品牌前前后后 我们大概也经营了七年多 七年多 对小编在这边其实也经营了七年多 七年多 那其实我们这个网站 当初这个想法是想说 以卖行程为主 但是其实近年来我们发现 自由行的客人越来越多 对越来越多 可是你们这样算旅行社吗 又不算是旅行社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们是有跟旅行社切割 合作 对对 已经有点切割开来 就是说等于说我们是 把这个网站 就是提供一个泰国旅游资讯 资讯 其实卖行程 我们可能有跟旅行社配合 但是后期真的是 就是报名的人数真的越 太多 太少了 太少太少 对是太少 是太少 对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近年来 因为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就是都以自由行为主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点类似像提供 网路的一些泰国旅游资讯 泰国旅游的资讯 对比如说今天怎么玩什么 这边可以做些什么事 你想去 或者行程怎么规划 对对餐厅想吃些什么 想吃些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这些资讯 给大家做参考 对 那本身我呢 就是在里面 撰写这个文章啊 管理文章的这个小编 对 那因为其实早期 其实现在也有 就是有在帮忙 旅行社带团 所以说基本上去到泰国 大概也有二十来次了 二十来次 哇塞 那真的也是 泰国也快要变成你第二个国家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啊 也很爱泰国 对很爱泰国 那自己本身啊 长得好像也是 像是泰国人 对其实 我们到当地就是回乡的感觉吗 对对对 之前有一次那个中秋节回家的时候啊 就是不是回家 自己还口误 就是中秋节 然后就是去带团的时候 还被朋友嘲笑说 哦你是要回中秋团圆哦 要回家团圆就在 对对对 很多那种大陆人啊 会用那种很破的英文啊 跟我问说 哎就是 问我这个路 这个怎么走啊 就会是你想说 讲到去泰国什么地方 以为你是当地人 对对 以我当地人 因为我皮肤可能 就看起来比较黑黑的 是比较黑一点 对啊对啦是有一点 可能跟一般人比的话 稍微黑了一点 所以他们就是会 保证城市泰国人 那对泰国人 那其实 呃除了 因为其实我们讲泰国嘛 那我主要去过的城市的话 都是一些比较大城市 大城市 比如说是曼谷 大家第一次去的话 可能会针对 对一定首都嘛 就像外国人来 一定会去 像来台湾 一定会去台北嘛 嗯嗯嗯嗯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话 都会选择曼谷 嗯嗯嗯 比如说大城市 像帕塔亚 嗯嗯嗯嗯 或者说像我之前 也去过这个 呃他们的第二大城 清迈 清迈哦 对对清迈 那以及比如说 离曼谷比较近的话 嗯嗯嗯嗯嗯 比如说像是大城 嗯嗯 华兴 嗯嗯嗯 这些我都有去过 都有去过 大城市 指标性的城市 都有去过 对对对 基本上 像如果说你要 二房三房的城市 哎我都有去过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呃泰风主要就是提供 任何跟呃泰国 呃你想要知道的 那些旅游相关的资讯 都可以上那个 泰风的网站去找到哦 哎那想请问就是 因为大家其实 现在都是很热衷自由行嘛 对 如果说我去泰国 自助旅行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去 安排我的路线呢 呃如果是针对 自由行来去做 安排的话 其实我觉得 因为其实现在 网路的资讯 非常的发达 有些人会在考虑说 我到底要自由行好 还是跟团 还是跟团好 如果说我从来都没去过泰国呢 对 对你会怎么建议 呃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 呃主观去回答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 就是和旅游习惯都 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的 有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 假设说好了 今天假设客人 比如说我好了 我没有时间规划 我懒得规划 我就去跟团这样 对对或是说 我是这个语言 担心语言上 沟通不好 或是说我担心被骗 我不想动头脑 我不想花时间去规划 甚至说我平常工作很忙 嗯 没有时间去规划 对我没有时间去规划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 啊我就直接找业务去报名 他只要跟我收钱 剩下的就给他去 我只要出人就好了 对我只要出人就好 那当地其实也有导游 有游览车 帮我这样上下接送 我好像就客人尊绝的享受 就不用动脑 跟着吃跟着玩 这样就好了 那其实跟团的话 也还会有一些缺点 有优点那就有缺点嘛 那可能就缺点就是说 那今天一团里面 可能有二三十个人 我可能跟我这个 不认识的人一起玩 一起吃饭 有时候你可能那个导游约个 等候的时间啊 你就一定要时间到 就是要去集合 对对时间到你要集合 可能有时候啊 这个景点 有些人很喜欢 他们就会迟到 所以现在时间上掌控不好 可能就要东等西等这一些 就是没有办法 决定自己想要停留的时间 所以说像有些景点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 好像是有点走马看的话 比较没有办法去深度的看到一些 泰国真的面貌 对真的面貌 而且其实像 像有些旅游行程 他们也可能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导游推销的这个问题 对那其实现在泰国导游 比如说走购物站啊 推销啊 这些都还是有 但是其实一些 那些无购物站的行程 其实都慢慢的 被大家接受 对被大家接受 团废高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就是不想当那个什么 被带宰的高雅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要跟团 还是自由行 都是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啦 对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自由行最重要就是 一些交通的那些安排 对如果说我自由行的话 我交通要怎么样去规划呢 其实我觉得自由行的话 它其实蛮适合 就是适合 DIY自己DIY路线 然后我就说 它喜欢冒险的人 因为自由度来讲比较高 比较高 对 而且现在网路来讲 也会比较发达一些 所以其实像我只要Google 曼谷自由行 泰国自由行 其实都很多资讯 那你讲刚刚讲的 那个交通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到 太大的担心 因为其实在曼谷市区来讲 它跟台北一样 也是有捷运 捷运 也是很方便 那可能有些景点 你都可以利用捷运去抵达 那像他们捷运的话 他们其实有分三种 比如说有些人烦恼 我到了机场 我要怎么去市区 对对对 没关系 就像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桃园 机场快线 我们是去年才开始 可是人家曼谷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对 那其实有捷运的话 比如说机场快线 从这个机场到曼谷市区 大概30分钟 其实也是 也是很快的 很快 然后他们在市区的捷运的话 有分两种 一个是空中跑的空铁 一个是地下跑的地铁 那其实我们都统称是捷运 如果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要提醒主持人 如果会来去玩的话 因为其实像这三种票券的话 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哦 它不是像台北捷运 就是有空中也有地下 它不是这样分的 不是 它就是空铁是一间公司 地铁是一间公司 它们是分开这样子 对是分开 所以就是其实有它的方便性 但是其实也有这么一点点不方便 因为像是那个空铁的话 它是用票券 像那种高铁插卡 就是那种高铁票 是卡片式的 可是如果是针对地铁的话 它就像磁扣 那种黑色圆形那种磁扣去逼 啊重点是这两种票 我不能拿地铁的票 地铁的票去逼 去逼空铁的票 我也不能拿去逼那个机场快线 它就是分开买 就是要逼对 然后要刷对这样子 重点是哦 那时候我就问说 那有没有像悠游卡的东西 可以否这种 就是全部都可以 对对对对 我听说啦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好像有推出一个蜘蛛卡 就像我们的那个悠游卡一样 可以去逼 就是同胞 对同胞 就是各个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子 那其实我目前啊 看到好像还没有人分享 类似的一个资讯 那到底通了没 我也不知道 所以去年去看看就知道 有没有通 要实力去泰国 我就会知道有没有通啦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而且它其实除了捷运之外 也有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什么 什么计程车啊 嘟嘟车啊那些 对对对 那些也是到 反正到各个城市都会有吗 基本上都有 都有 比如说像曼谷我们刚才讲 其实它的交通工具有非常的多种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计程车 可是说搭乘计程车的话 你们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其实如果到这个观光景点 我就很怕被 就被骗 被骗对对对对 或者万一它真的载我到我不认识的地方怎么办 怎么办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很多客人他们也会担心 那其实 如果说你这计程车啊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观光景点上面叫车的话 我建议 那个你们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士林夜市 假设说 在士林夜市这个搭计程车 我建议你再往前走远一点 到比较不是那么的车水马龙的地方去叫车 它计程车比较愿意用跳表的方式 因为如果说你在观光景点 那个十字路口 我们说人潮很多的地方 你去叫车的话 你跟他说 by meter by meter by meter就是那个要跳表的意思 要跳表 对要跳表 那有些司机可能就是跟你挥手摇头 他不在 有些司机聚在 或是跟你说 你今天你要想去哪个地方啊 他可能就按那个手机 给你看 要500块 化给啊那样 对对对 就是化给 用喊价的方式 可是我就觉得 我们看地图 其实就很近啊 还要这么贵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泰国的计程车 本土的 我们讲本土的计程车 其实跳表很便宜 主持人要不要猜猜看是多少 我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 50吗 会太便宜吗 我跟你说 比50还要便宜 真的哦 我随便猜50 比我还更便宜 他起跳价是35块 太足 起跳价35块 所以当然就是要 要那种跳表的啊 对对对啊 你就跟他说 要摆米特摆米特 对所以因为其实 你比如说一个 你大概比如说 两公里的距离 其实有时候坐一坐 不到100块 可是要给你喊500 你就会觉得被坑了 对对被坑了 真的是很贵 所以说我建议 如果说你要在观光景点 叫计程车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 稍微远离一点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去叫车 才会比较 用跳表的方式啊 司机比较不会说 有聚在的这个情况发生 那其实泰国这个计程车 很特别 像我们台湾计程车 都什么颜色 黄色 都是黄色嘛 可是在泰国来讲的话呢 它有可能有分 粉红色 有白色 有黄色 有蓝色 有绿色 七彩的颜色 什么颜色都有就对了 什么颜色都有 那如果说今天你在这个 曼谷市区的那个天桥啊 你在中天桥 往下看 哇五颜六色这个车子 非常特别 那这些五颜六色的话呢 它就类似像是 各家不同的公司去 不同的车行 它的代表社会不一样 对对对 有些人说 所以它这不是价钱 比如说高级 还是差一点的车的差的不是 不是不是 它只是公司的差别 就是看那个公司 它喜欢用哪一个颜色 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挑你自己 我喜欢蓝色 我要做粉红色的车 对对对 它比较尊绝 粉红色的 比较是Lady那种感觉 那可是如果说 你觉得怕坐这计程车 我要杀价 我要去划给这样子 我觉得很麻烦 那没关系 其实像曼谷来讲 也很方便 在台湾也很流行啊 什么呢 Uber 对因为其实现在那个 Uber 在曼谷来讲 也是蛮盛行的 用APP叫车就可以了 你用APP 除了Uber以外 它还有一个叫做Grab Taxi 这两个计程车 你都可以利用APP 来去叫车 输入你要想要去的这个景点 那它就可以计算出 大约的车程时间 比较清楚 对 以及还有价钱 价钱 对 重点是价钱 对 它这个Uber 它们是 一定要有那个 因为 价格要透明化 价格要透明化 而且他们那个司机 都是要赛选过的 所以这样子好像 感觉上对观光客来说 比较安全 对比较安全 很方便 我就是有一个 对有一个城市 然后我可以叫车 然后我的距离跟价格 都是双方 都是双方同意 我不用在那边画给 画给用 对对对 我还怕真的是 遇到坏人怎么办 对不对 尤其女生去 也是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 淋雨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建议 对啊 其实我觉得旅游 不管你是自助也好 跟团也好 你都是还要做功课 对对对 你功课做足 玩起来就会尽兴 对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再跟淋雨来聊聊 泰国有哪一些 好玩的景点 一定要去哦